这支影片就来做转弹的几率测试 那我已经存到了90抽 这是招募的几率 哪几只角色会特别好呢 我有另外做影片出来 那我们就开始抽吧 那我刚刚 要进来之前一个不小心按了一次许愿了 那还剩89个 那前面九个我看我一个一个把按掉了 因为他按许愿他没有出现那个确定的动作 一个不小心手滑 所以来再来 看单抽好不好中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就是没有中到三星的神葛了以后啊 就会 重新归零 也就是说我现在35次嘛 假设我第34次中了以后 他又会回到40次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单抽也没什么效果不如四年抽 碎片 这种单抽出拉机呢 好啦 那我们10抽10抽这样抽好了 我中到一个三星 我中到一个三星 没有中到一个二星而已啊 21次保底 也就是说我90抽 至少会有两张因为是保底吗 那我来看一下机率有没有高过 这两张 如果有超过两张那机率还是OK啦 抽到赛特 还不错 这一只角色T1角 OK 好当我抽到赛特以后 你看我的剩余数量剩33次了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雷扣下去的 所以基本上你做10点抽就好了 来 来 5 5 好吧 长庚内 不是的 这只角色开局极巅峰的角色 基本上你角色够好是不用念那只 我抽到了最正的雅典娜耶 可惜他不是踢零角 好 到目前玩时 我还是保底中的 是吗 剩余 没有没有因为他归零了好 我抽到两只三星了 那我用掉了50抽中两张三星 哎呦 这个机率有高于保底哦 这款游戏不能称作为保底游戏 他的许愿币其实是相当昂贵的哦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类型的游戏 抽角色如果服务新一点那该有多好 毕竟网易的游戏嘛 大公司通常都会比较坑一些 不过这款游戏倒是在陆府活得好好的 必出三星神格 哎呀又中一张啦 又中到赛特啊 哇嘞 所以我中两张赛特 一张雅典娜 以我90抽扣掉两张保底的情况下 算出来的几率是 1.14% 这是含四捨五入的 虽然中奖率不高 但是保底40次还算是OK哦 破人接受 接下来就是祝各位 欧气冲天 能中到新义的 踢零角吧 那本支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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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